雲豹在2016年創立 他從第一年就賺錢 資本市場頭10塊錢很快變70 80 90 這是不得了的 各位財群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老謝開講 這個禮拜的單元 我們特別邀請到雲豹能源的總經理 趙舒敏趙總經理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先請趙總跟觀眾朋友溫厚一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雲豹能源總經理趙舒敏 先請總經理來談一下 雲豹在2016年創立 他從第一年就賺錢 賺到現在他去年還有2塊多 在一般的企業非常少見 我們從前期的投入 基本上都會虧損很多錢 然後後面再轉虧為營 雲豹幾乎一開始就賺錢 這裡面的訣竅關鍵在哪裡 社長好 感謝社長這邊的一個介紹 我們其實成立的時候 我們非常明確 我們就是要做再生能源 因為我們其實認為再生能源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發展方向 然後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趨勢 我們必須就是全民必須要共襄盛舉的 那我2016年開始 我們其實就是先做太陽能 那我們其實這部分 我們其實都是響應政府的政策 因為響應政府政策對我們來講 其實會有一些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為你要想一個新的產業要突破 其實法令一定要支持 當法令支持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推動 或者是我們在一些速度上可以加速 我們其實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最大的目標跟終止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可能在3年5年內 我們可以往資本市場賣進 那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賺錢就是一個蠻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上市會有一些標準 那當然一個產業要能夠得到全民的支持 我想在賺錢這個部分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第一年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一直在想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我們的第一年不要是虧錢 那當然其實我們最後的成績是蠻好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 我們前兩年其實基本上就是小賺 break even 那當然隨著現在的發展就越來越好 就像剛剛社長這邊提到 我們去年其實EPS2塊多 那我們今年隨著我們的工程進度不斷的推進 我們想今年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好我想銀報剛開始從太陽能切入 我看離岸風力發電 你有沒有找的大概從永貫上圍到天力 有一個共同的團隊 是 現在太陽能發展的情況 跟離岸風力發電 你們現在的佈局 大概到什麼樣的程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說太陽能 我覺得在過往這幾年發展之後 其實它有做了一個轉型 所以像從早期 我們2016年開始做的時候 比較都會是以工廠屋頂 或者是比較大規模的屋頂型為主 然後或者是就像我剛剛提的 我們是想應政策在一些 嚴重地層下限區 我們這邊來蓋地面型的太陽能電站 那我想這兩年比較大的一個轉型 就是大家現在在講的是一地兩用 那所謂一地兩用 它當然是希望是說 我可以有更多的結合 然後可以達到三營的效果 所以我們一地兩用 我們大概就會說是 農電共生或漁電共生 所以其實我們漁電共生 像我們現在就有一個 我們東工中最大的案子 120MW的案件 正在台南施工 我們是希望今年度能夠併亡 這個案子至關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個它是我覺得是 目前現行最大的一個案場 當然第二個是說我們也是希望 因為其實台灣養魚的量體非常的大 我們現在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部分 我們拿來做的這個案場 那我們也希望這有點拋磚隱密的效果 如果我們這個案子能夠順利的併亡 那也是希望更多的漁民 或者是地主能夠加入我們 讓我們可以再把這一塊的版圖拓大 那離安封電的話 其實那當然就是也是非常明確 因為我們今年9月 我們要來進行第三階段的 區塊開發的一個投標 那我們其實也就是 剛剛有提到我們組了台灣隊 我們跟尚委、永冠、千利、跟雲豹 我們四家 我們一起要參與今年第三階段 區塊開發的一個投標 那當然投標我們是覺得蠻樂觀的 然後我們也是就是期待 我們今年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它我們標的是2026、2027年病亡 那明年還是有持續2028跟2029的部分 那我想這接下來 我覺得離安封電還是有一個10年 很大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就是做好準備 你剛剛提到太陽能 現在太陽能有一段時間 我們衝很快 後來跟農委會有一點爭議 也就是說以農民爭地 這個裡面土地的取得也不是很容易 像魚電共生裡面 桃園有很多的皮糖 那個皮糖我最近也問他們 我說這個覆蓋到 他說它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台灣現在發展太陽能產業當中 一直在往前走 但是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這困難真的是非常的多 因為這肯定很多一個新產業的發展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其實皮糖跟我們的漁電共生 會有一點點性質上的不同 因為皮糖其實本身沒有在養魚 它是有點像蓄水的效果 但是我們漁電共生我們是做漁紋 所以本身這些漁民是在養殖的 所以我們會碰到最大的困難 就以我們現在正在施工的案子為主 第一個你當然是要安撫地方的居民 因為我想養魚的或者是地主 我覺得他們是很早 可能兩年三年前就有這個認知 要做這件事 那當然其實附近的居民 其實就像如果我是隔壁漁溫的漁溫主 我可能就不知道說你這邊要開始動工了 會不會影響到我 我們的確有受到一些我們這邊養殖池 我們這邊抽水水抽乾了隔壁池 會受到一些影響 這些都是會有的 當然我覺得地方的一些居民的抗爭 他們對太陽能不了解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你太陽能板有毒 然後你在洗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洗板子的時候 會不會讓我的養殖的一些生物會死掉 其實這些是要花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在溝通 剛剛提到政府的部分 那當然我就說其實這些行政流程 真的是稍微比較慢一點 加上政府的政策有時候有點改變 因為剛剛有提到了 原本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一些地幕變更 其實在前年的7月 其實有個地幕變更的法令下來 其實全部都不能變更 但是其實事實上 很多業者已經準備了一年到兩年時間 因為他們可能是想要集結一些土地 大規模去變更 那這一塊的話 其實就會讓業者有時候 就是在一些政策上的變動 反而會讓我們有點守足無措 像我們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做了一個審核的過程 這個審核的許認可 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你就知道我這裡面可能有幾十份許可需要拿 我整個開發史程就會拖得很長 所以其實像審副院長之前一直有在提到 流程應該要簡化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推動的更快速 我想這回是現在政府的一個很大的努力的方向 那也是我們業者 就是很期待可以看到的一個部分 原來小英總統希望在2025能夠綠電比重占20% 但我看相對漏後很多 我看的是68% 那現在當然距離目標很遙遠 所以現在能夠在綠電快馬加編的 大概就是太陽能跟離岸風力發電 那現在如果說施工正常化以後 那進度能不能拉快 未來我覺得離岸風力發電的比重 看起來會超過太陽能 這個不知道你的看法 剛剛市長這邊沒說錯 因為去年底是的確再生能源的占比 只有到8%左右 那我們是20% 這4年的時間 那其實連當初我們設定就是 太陽能達到20G 我們現在其實去年也只有達到12G 也就是說未來一年要有2G的成長 那對我來講離岸風電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本來預計要病亡的時間 是2020跟2021 但是剛好其實大家如果有去看 當初我們第二階段的潛力的風場開發 他們預計病亡本來2023跟2024 就是一個空創 它並不是說就是每年一直持續往上 所以其實我們相信這個2021跟2020 有點delay的一些病亡 目前現在陸續在今年都有病 那我們相信它是可能可以 就是玩個一兩年 但還在2025的範疇 那太陽能不能夠接下來 每年以2G的成長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不諱言的說 以現在的一些速度 現行的速度跟我們在地方上碰到的一些困難 跟就是中央政策跟地方政策 有些審核不一的情況下 的確我覺得會有一些難度 但我覺得政府現在是有 aware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們 現在台南好像 這個台南市政府全力以赴 他有智慧能源專區 對其實台南是很支持的 但是因為我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這不是只有市府支不支持 因為其實他們還要傾聽民意 就會變成是說民眾有一些反彈的聲浪 其實他們是會很慎重的對待跟處理 其實都會影響到進度 但有些民眾的一些聲浪 他不見得是正確的 最近其實最多新聞就是 這些餘溫組作底喊價 原本可能一塊地賣兩百萬原始的價格 他現在知道我們業者想進駐 六百七百八百都在喊 這是最近很多的新聞 這個喊價喊太兇了 對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我覺得我們是很想要推進 政府也很努力想要往前推 但是有時候還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會影響到我們整個設置的進度 台南市府非常支持我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的案子現在是可以動工的 但我相信台南也有很多其他案子 是沒有動工的 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因素 所以地主喊價 這個也是很多不可一期的變數 銀豹應該在離岸風力發電 比較晚期投入了 但是我看也很積極 這個整個在離岸風力發電 你們現在的建構的 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應該是說 我們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跨入離岸風電 其實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有非常好的風場 剛剛社長提到像CIP 像臥德 清一色其實我就直說他就是外資 其實台灣其實為什麼沒有人出來 要做離岸風電 當然我也是說 因為離岸風電真的是一個進入門檻非常的高 而且進入需要很大的資本 才能夠進入的一個產業 當然對我們來講其實在前幾年 所以你看第一階段的示範風場 第二階段的潛力開發風場 其實都沒有台灣的角色 唯一有就是尚尾 當時有兩制的示範風場 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覺得現在時機到了 因為其實你看就像我們說 我們其實從太陽能起家 我們做了這兩年三年之後 我們開始覺得其實在生能源領域非常的廣泛 我們不應該只局限在太陽能 而且如果只做太陽能的話 速度會稍微比較慢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能夠做什麼其他的佈局 對我們來講離岸風就是 我台灣有這麼好的一個天然資源 這都是我們台灣的資產 為什麼我們台灣竟然沒有人出來做 我覺得當然一開始 大家可能會稍微的比較緩慢 因為我們還在看我們能做到什麼 但是我覺得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過後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這次的 四家台灣隊的廠商 第一個尚尾是真的有蓋過 示範風場 天立跟永冠 天立的業配好像開始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所以天立有冠其實都是供應鏈 永冠也一直回台設廠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都是找離岸風店相關的產業 我們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打造一個 屬於我們自己的台灣隊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我們更大的一個重點是 其實我們今天是有走出去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跟日本的 一個自然電力這邊合作 我們是希望能夠去一起開發日本的一個風場 對我們來講 其實離岸風的發展 其實反而台灣是領先日韓 其實你看說以往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落後日韓 我們就是跟著日韓的腳步 但離岸風不是 離岸風我們其實是領先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經驗 或者是藉由我們的能力 我們可以去打一個亞洲盃 所以這是我們在離岸風的一個佈局 當然日本的投標可能會是更晚一點 就會比我們再晚個一兩年 但這也是我們一個中長期的一個佈局 我相信離岸風力發電 在台積電買綠電的一個機率之下 這個是一個看得清楚 沒錯 台積電先買惡系的960萬瓦 然後今年還是去年底 它是1.2KG 台積電開始決定採用綠電以後 它一定會給國內的代工廠或其他的電子公司 它會帶來更大的壓力 我相信這種買綠電的決策 會不斷的跑出來 包括現在易三金控也在講 他們要在2025要全部改成綠電 所以這個需求已經很明朗 我們現在國內的業者 剛剛你講過期當然100% 丹麥商 然後CIP也是丹麥基礎建設來投資 本土的離岸風力發電的業者 現在的實力跟外商來比 大概呈現什麼樣的態勢 應該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第三階段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其實是國產化 現在今年的一個比 其實最終就比國產化 誰的國產化的一個分數高 誰就會得標 所以對我們來講 他們是要用local的產品 我們跟他去比的話 我們當然一定有顯著的優勢 我們覺得其實應該說同等情況下 因為其實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同時兩個產品 同樣品質同樣價格的情況下 如果是我我會選誰 我可能會選台灣的產的商品 因為大家都會有一種這種情懷 所以我覺得這會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說在不管是地方政府的溝通 或者是風土民情上的一個了解 然後或者是在一些選材選用上 我覺得我們是相對有優勢 那當然我覺得這些外商 他們一個非常強大的是 他們有非常強的一個Trader 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經驗 那他們有非常多的一個時機可以來support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們是可以去努力跟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們這邊中間應該是各有優勢 但我不覺得我們真的有非常欠缺 那加上我們其實政府政策是非常的支持 那所以我相信不管是資金上的取得 或者是說一些廠商或地方的溝通 我相信我們這邊都是非常有優勢 好這個政府發展離岸風力發電 其實政策在小英總統上路之後 就他已經開始不斷的推 推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終於知道離岸風力發電到底是什麼 那政府在發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的初期 他其實還附加一個就是說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的 相關的零組件要在地化 所以在地化像Tandy做Apan的 台灣沒有人做Apan的 他第一家 永貫做鑄鐵也是也算好 上維原來是做素質起家 他也缺到Apan的相關的供應鏈 有一段時間其實業者都在抱怨說 這個達不到 像水下基礎工程奈文祥剛開始做的時候 大家都半信半疑 說台灣怎麼有能力做對不對 中鋼後來的星達海基我有去看了 我一直覺得說中鋼在學習的階段 花的錢自己非常長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未來離岸風力發電的發展 理論上業者的投入應該速度更快 因為這是擋不住的趨勢 現在來講我們零組件的在地化 目前落實的情況大概是這樣 應該是說我覺得這就像剛剛社長這邊有提到 其實每個產業有每個產業的難度 不管是技術的學習 然後或者是一些 所以我相信他們其實這兩年因為疫情 是真的是比較落後 但我覺得現在紛紛要投入的廠商 其實非常多 所以你看像現在東方風能 他們其實也是積極的投入船的開發 他們不斷在買新的船 希望能夠參與一些基礎建設 所以我想其實現在有企圖性的廠商 其實是蠻多的 但是的確說你有企圖性到落實 的確是會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想在前兩年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那麼明確 因為其實你在第二階段開發完之後 其實我的潛力風能開發完 我到今年才開始第三階段區塊開發 但是我接下來我是每年都競標 每年1.5G的情況 我一路的目標是到2035年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強的訊息 而且是已經announce的一個政策 讓大家不會覺得 我會不會做完這個後面沒有 我想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在供應鏈上 其實是會落實的更快 你看像現在永貫的廠 現在正在蓋 我相信蓋完之後 他們會有更大的量能 天力現在的確是第一支 拖了稍微有1.9G 但其實拖了稍微有1.9G 原因也是因為疫情 也是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是相信說 接下來我們覺得速度會加快 我想廠商像實際鋼這邊 他們其實也都是已經有 做出很多的一些模型 然後其他的都已經有在供應 所以我覺得這些 我們會相信之後的速度會加快 我們現在把重點放在離岸風力發電 大概4年多以前 我也曾經訪問過陳立成先生 他跟我講他說 蔡總統等於把2兆多的錢丟到海裡 後來我大概我對離岸風力發電 有一定的認識 為什麼我帶一個考察團 把台灣說的每一家公司都看過 看過之後我就知道 這裡面當然有東西 也就是說未來發展離岸風力發電的路上 第一個它有無限發展的空間 也就是說太陽能 我們本身土地有限 但是在離岸風力發電 你只要能夠把水下工程做好 然後塔架拉上來 後面的施工 我相信在海 台灣有無限大的空間 因為10大風場 台灣有9個排在前面的 我相信這是台灣發展離岸風力發電 非常重要的憑藉 以現在如果從現在開始算到2030年 銀爆在離岸風力發電的 有什麼樣的發展的格局 我們應該說我們當然是希望 因為我們接下來是2026 2027 每年都會投 因為現在政策上我2026 2027 我只能投一場500美金 上線可能是600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是希望 我們自己的規劃 就是我們每一年 我們都希望能夠有多的標案 因為這個一多的 我們就是到2030年前把它蓋好 所以這就像我剛剛講的 每一年的標案 我們一定都會去參與 希望每一年都可以有一席之地來蓋 其他當然接下來就是 海外市場的一個發展 我相信現在大家在看 從2025如果到20 將來能夠到30 這一次大家終於認清 立電對未來台灣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儲能 所以類似台泥 台達電 他們都很積極進入這個領域 我想引爆 除了太陽能跟離岸風力發電之外 未來的發展有什麼難處 其實剛剛市長提到的儲能 我們其實現在有在做 我們其實跟台泥跟台達電 走的比較是不一樣 因為台泥台達電 他們是比較專注在製造 他們可能是做於電池 他們想要製造 我們其實在投入的儲能 其實就跟我們禹報一樣 我們禹報也不製造太陽能板 我們其實不做製造業 我們其實現況來講 我們也是做儲能電廠 我們去參與台電的一些 政府的一些標案 所以其實儲能這邊 我們是兩年前就佈局 剛剛市長提到的綠電 我們其實也是很早就開始佈局 所以其實像剛剛提到的玉山金貢 其實他就是跟我們買了綠電 接下來我們現在還談後續的 一些其他的合作可能性 因為大家都是慢慢來 我們綠電最近的一個行銷 就是Gogoro 我們也跟Gogoro合作 他還是跟我們買了綠電 所以其實在綠電 不管是綠電的佈局 或者是儲能的佈局上 其實我們都在一年兩年前 我們其實就有看到這個 我們覺得未來的一個發展的可能性 然後所以我們也很早的跨入 只是因為我們的資本 相對於其他剛剛提到的台達電 或者是提到的台泥來說 相對比較小 所以我們只能在有限的資源下 我們來去選擇一個比較大的效益 所以像我們自己的儲能公司台普威 他其實主要是做SI的一個工作 他其實就是可以對接各個不同的產品 然後不同家的一個電池 我們可以來轉化成一個 有效的儲能電廠 我們綠電就是我們天能綠電 綠電來就是因為現在R100 國際企業都進入了R100的倡議行動 他也紛紛要求供應鏈也要follow 所以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綠電市場 其實是非常夯的 其實受電業者也非常的多 為什麼要選擇或我們的獨特的地方 我們覺得你看像我們現在有太陽能 我有離岸風電 其實這些電最後都是一個很好的綠電管道 這是做一個蠻好的結合 國外會最近的2050的 淨零排放的路徑圖 也給了銀報未來發展一個很好的方向 也就是說如果你可以看到2050 很多產業看到2030就看不見了 如果你能夠看到2050 那算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特別要請教你是說 銀報對2050年 你們自己有沒有規劃一些未來的藍圖 其實我們自己在看 我們現在這些發展 絕對都不是到2050會停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投的再生能源期某方面其實跟永續 是有點花上等號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局限在2030跟2050 那當然2050是一個政府期待 可以達到一個淨零的目標 那所以對我們來講 第一個製程上的一個改善 我們怎麼樣讓現有的一個製程 做一個更好的一個減碳的技術的一個改進 那這個一定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目標 那就是很像是開源解流 你做了解流你肯定要開源 那開源的部分其實體現在就是 我最終我可能就是會有 我必須要買濾電來offset掉或是來抵掉我一些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減免的一個碳排 所以我想光濾電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持續 那濾電怎麼來 那其實相對來講 你就是必須得要去想到說 那我有什麼東西可以乘坐濾電 所以我們接下來其實像我雲豹 你現在有人講到地熱 沒錯我正常這樣設定對說的最好 其實像我們現在也是非常看了非常多的地熱 甚至像現在很多是波浪能 其實這些我們其實都有在看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在生殖能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就是更多琢磨 因為其實生殖能機有時候是燃燒一些廢廚魚 或者是一些廢木材 其實這些台灣其實都有非常多的source 那這些都是我們想要做的 那解流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認為像電動車 其實現在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有做了一個圖 但我想大家應該上網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個其實2050年國發會的一個標準 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希望2040年可以全部都是用電動車 電動車的部分 我們也會是覺得接下來的一個蠻大的發展 那這一塊我們也是也在研究說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切入 所以應該說我們其實就像我剛剛回應到我剛剛前面說的 我們是跟著政策走 政策今天訂出了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去follow這個政策 那第一個我們是支持政府 第二個我們也是覺得跟著政府的腳步上來講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真的是會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我相信對投資方來講 這個銀豹有這樣的表現 大家一定很滿意 你可以看到資本市場 投10塊錢很快變70 80 90 這是不得了的 謝謝大家支持 那我想還有一個最近感到很有趣的 銀豹有籃球隊 這裡面為什麼想到要支持籃球運動 這剛剛也是一個契機 本來我們其實一直都支持了很多 像這種足球 因為我們其實像我們的迷你足球 已經支持了6年了 其實我們是一直都有在支持這些 要聽帳棒球隊啊 像我們那個聽帳棒球隊 今年拿到的聽帳棒球隊的冠軍 那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一直都有在支持 但是到去年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奧運 所以奧運的關係 大家那時候燃起了一股熱血 然後也就是在剛好在奧運 剛結束的這個moment下 我們就是接到了這個機會 我們有沒有興趣 來一起做這個籃球隊 因為大家其實應該說 我們內部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想奧運結束之後 其實熱度馬上 其實實在化就下來了嘛 在奧運那個階段其實非常的熱 但是其實一會兒就下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 能夠把這些東西換化為長長久久 那其實有了這個氣息 那第二個其實我們其實也在發想的是 大家都在做企業嘛 那其實再生能源相對來講 是一個新的產業也很生硬 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更多人 來認識這個再生能源 或者是來認識雲爆能源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是這樣 今天這個領域是新的 我可能連看都不看 或是沒有特別有興趣 那所以其實而且你平常用不到 你知道3C產品 你平常都會用到 你還會去研究 但誰平常會用太陽能 那你為什麼取雲爆 雲爆的名字一叫就響了 雲爆就是快很準嘛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準時機 然後迅速出手 然後捕捉獵物 這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一個期許 就是做事要快嘛 然後做事要準 然後要就是能夠把握一個時機 那所以其實我們會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從運動來做一個結合跟切入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是大家來更認識我們 再生能源的產業 然後更認識我們雲爆能源 那當然是希望 接下來是可以支持我們 然後一起往前進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我們成立了籃球隊之後的確 我們其實盡量有做一些活動的結合 那我覺得其實成效也還是蠻好的 我覺得有更多人來開始知道 原來有雲爆能源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做的是再生能源 因為我想其實不管是節能減碳或什麼 這是全民運動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是說我們可以從不同的管道 讓大家都來認識再生能源 認識雲爆能源 好今天非常感謝趙總 給我們有非常充實的太陽能 也包括離岸風力發電 甚至除能或地熱 我們希望未來的發展 雲爆就像它的名字跑得又遠又快 能夠在台灣的綠能產業當中 找到更大的立足空間 我們期待雲爆能夠成功 也謝謝趙總經理 謝謝社長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大家的觀賞